哈喽大家好,我们是出门在外的石头 今天我们孩子放了学 我们又来到这个Sinclair 这条街上的Loblo 这个超市来买东西 路上又发现了一个像古堡一样的建筑 刚才在网上一查 如我之前的视频所说 这儿的古建不是教堂 就是学校 这又是一所学校 而且这座学校非常有名 也是一个顶级的女私校 而且还和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影星 有着密切的关系 别着急,看到视频最后就会揭秘 走咱们一块看看 哎呀,走到这个社区里边 就能感受到 老多伦多市的一些历史 松鼠吧 哎,你看 有的老宅子已经重新翻新过了 有的还保持着原貌 你看这个街道的这些树 就能看出来 这个街道还真是有年头了 哎,这榆树啊 我说闻着怎么有股这个北京的味道 嘿,你看这是个宅子 半老不老的一个宅子 很北美 挺讲究的 据说在这个Sinclair这条街上的居民 这个社区的居民收入应该都在50万加币年薪 所以属于一个典型的传统的中产阶级社区 看这边的孩子放学就是自己骑车回家 哎,可是这时候没有上学啊 这些孩子打球去了 对,我看他们身后背着 那个网球拍的嘛 在社区里基本上靠自行车 这跟北京的老城一样啊 去哪儿骑个自行车就够了 停车都不方便 你看好多这老房子 对,跟北京的胡同里一样 没车库 只能把车停在路边 嘿,看这两栋房子 这肯定是明显的翻新过的 但是,虽然是翻新的 但是,它也有这种复古的风格 很漂亮 看,来看看 我们到了啊 因为现在学校正在 进行外装修 应该是在做一个保养修复吧 我们没法进到校园里边去 我们只能从外边去看一看 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的一所 英国圣公会女子寄宿学校 学校与多伦多第一位圣公会主教的名字命名 由这个 约翰兰特里夫 于1867年 创始人的目的是 教育女孩 成为领袖 为了培养孩子的这个 学校会从十一年级班中 选出一些学生 在毕业那年在校任职 包括做一些 校长努力啊 宿舍长的职位 以及还有其他七个 与学校各方面工作相关的职位 例如这个 艺术委员会的负责人 或者是活动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所学校的前身 也就是在1867年的时候 它是在这个叫 Penhurst 那里之前呢 就是一所女子学校 叫Mr. Forster Penhurst 那所学校当时已经运营了13年 从1853到1866年 十三年的时间 它位于老多伦多市区 靠近多伦多美术馆 现在呢 也是安大略美术馆 这个地方 现在是OCAD夏普工心 这个学校的前身 于1868年 又搬到了前街和约克街 交会处 后来1870年 又搬到了海湾街 和学院街附近的 这个威克汉姆大厅 那里曾经是 威克汉姆旅馆的旧址 学校离开后 那里又成为了中央军事康复医院 然后又做过军械仓库 最后为了给学院街的商店让路 于1928年拆除了 现在在Yang和College Street 西南角的College Park 大楼上的标记 证明了该地点的历史 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之前说过 在多伦多啊 能找到的一些古建筑 除了教堂就是学校 你看 学校对面 这是一所天主教堂 因为有朋友信教 他跟我说 从十字架就可以分出来 哪个是天主堂 哪个是基督堂 基督堂就是简单的一个十字 然后天主堂呢 他就会有些雕花 十字架就比较漂亮 有艺术感 对面 就是这个学校 你看 也很壮观吧 1915年9月 这座学校 在现在这座 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建筑中 正式启用了 学校是由这个主楼 是由亨利 斯伯多特设计的 整体建筑由石灰石制成 位于今天的森林山社区府边 这座新学校包括教室 健身中心 体育馆 还有低价停车场 为了保护这个备受推崇的这个户外运动场和网球场 学校把这个健身中心体育馆还有停车场都安排在了地下部分 并通过这个天窗走廊 并通过这个天窗走廊连接到主楼 这个由于生源的不断增加呀 在这个老的校区后面 又建了这个新的校区 教室 虽然是现代建筑 但是它的外墙 保持着和老校址 几乎一样的 或者说近似的 这个一种装修风格 你看它是通过一个天窗走廊 连接到这个主楼的 你看后边就是这个新楼 这种新结构在向传统建筑致敬的同时 又将学校带入到了一个21世纪的建筑领域 看后边这一块就是新的教学楼了 学校学生来自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21个国家 大约900名学生 其中包括80名8-12年级的寄宿生 这高中提供广泛的传统学科课程和 媒体艺术还有设计技术等课程 学校还提供某些科目的先修课程 看看新校区 新校楼 教学楼也挺漂亮的 咱上去看看 咱们横着来一下 历史 现代 完美的结合 你看 因为这边推崇户外运动 所以它要把所有的这个运动场 放在户外 器械类的运动馆 篮球场这种 那它就要放可以放在室内 那这就是学校的停车场了 停车场呢它是位于新楼的地下 它为了保证这个骨件不被破坏 破坏 对 然后把这个地下停车场 都放在了新的教育楼的地下 地下部分 据我所知啊 很多美国家庭 由于美国私校的学费较高 但是他们又希望孩子可以接受 北美更好的这种精英教育 一部分美国家庭也会选择 考虑把孩子送到离美国较近的 这个都伦多市还有蒙特利尔市 这里边的一些私校接受教育 这所学校的编制也是从幼儿园 一直到12年级 年龄从4到18岁 每个高中寄宿生都会加入到寄宿计划当中 这个寄宿计划就像跟我们的这个 国内的这种寄宿学校是一样的 晚上会安排晚自习 还有一些老师提供的一些辅导支持 学校值得一提的 是他们的艺术类课程 及相关的社团活动 例如学校的乐团啊 都非常有名 前面我也提到了 学校对于传统和现代艺术类课程 非常重视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 可以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你看我们又回到了 新旧结合的一个 交汇点 很漂亮的 结合的那么完美 一点都不突兀感觉很 还是很舒服的吧 看看值得一提的啊 说到刚才说到这个 前面说到艺术类课程啊 有一个事儿不得不提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呢 在中国 有一位众人皆知的明星 他在台湾 他是多少男生心目中的这个 梦中情人 说到这儿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他是谁 我觉得你们应该就猜到了 没错 他就是智玲姐姐 智玲姐姐就是从这里 完成了高中的学业之后 进入多伦多大学的 绕到了学校的正面 这个学校的乐团每年都会与我之前拍过的一个这个南四校的乐团在多伦多合作上演古典作品和这个音乐剧 这个学校还会在7月提供男女同校的这个暑期学校课程 怎么样 如果您家有仙女的话 是不是 也想把孩子送到这儿来接受教育 也想和我们的智玲姐姐成为校友呢 好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咱们下回再见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是出门在外的石头和太郎 好 拜拜 拜拜